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人 他生命里面的很多的软弱 贪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 神把这些放在圣经里面 不是让我们来批评参孙的 恐怕是我们需要在参孙身上 诚实地承认面对自己说 我恐怕也是这样 参孙生命里面那个问题 他老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跌倒跌倒 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人 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就跌倒 也许你是一位姊妹 你生命中间最大的问题 会不会是那个你爱的男人呢 每一次碰到他的状况 只要他一出现 你就软弱了 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缴械投降了 你就 做父母亲的人 我们里面的很大的软弱 会不会是我的孩子呢 我在办公室里面管人家 管得井井有条 回家面对孩子 没办法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当中 那个极大的弱点 每天用主导闻祷告的时候 说主啊 真的求你帮助我 不叫我遇见事坛 救我脱离凶恶 在我最深的软弱上 经历主的刚强 经历主的能力 参孙的身上里面 他的赌注输了 他打了赌输了 输了之后发皮 因为他知道 明明对方用不公平的手段 对方去胁迫 我所爱的这个女人 他生命当中的弱点 然后找出了那个答案 然后他们赢了 他们是不公平的 生气 可是愿赌服输啊 怎么办呢 哇 神经上讲说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 换句话说 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 然后他就下到雅实基伦里 击杀了三十个人 扒了他们的衣服 去做还那个赌注 他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愤怒 他的力气很大 他下去击杀了人 是我们前面说过说 神允许参孙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些仇敌 该死 神要管教 神要刑罚 他不过是一个神所用的筷子手 去执行 神要去刑罚那些恶人 但是反过来看 参孙很有能力 那是从神来的恩赐 那不是他锻炼来的 他与生俱来的 神把一些礼物 恩赐是个礼物 给了参孙 参孙拥有这些礼物 但是在新约里面 我们讲到有关于属灵恩赐的时候 一再的提醒 所有恩赐的运用 是在爱里面 不是在仇恨里面 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讲属灵的恩赐 十三章讲说 我把那个最大的恩赐 最妙的道 讲给你们听 保罗讲的就是爱 恩赐要在爱里面运用 恩赐不是用来报复的 恩赐不是用来参孙自己 在那里血气方刚的 去跟别人打赌 输了发脾气 然后运用恩赐 去完成他自己想做的事 恩赐的运用 我祝福你 神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你 给我们每一个人 为的是使别人得到祝福 为的是祝福别人 为的是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而不是完成我里面的火气 血气要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